有的一个球场 那通过摄像机的来回移动 你可以发现 这个球场好像能看到更远的地方 是的 没错 因为摄像机的移动和我们虚拟大屏之间 就产生了一个相对运动的关系 从而让你在有限的演播空间之内 发挥了它无限的可能和创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我们栏目的logo 从虚拟大屏当中请到我们台前来 其实这就实现了我们刚才在 屏幕当中打出来的无缝对接的状态 那对于我们展示的内容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刚才我们展示的是一个logo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展示两组球员的信息 球员的信息现在已经出现在了我的屏幕当中 你可以把你们喜欢的任意一组球员拿到现场 做这样一个更详细的讲解 那谁来讲解呢 不妨让我的机器人助理小罗 好的 谢谢小罗 那当他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现在我将给大家演示下雪 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 我们行车应该注意些什么 现在这个车点有一些积雪 但似乎是不太严重的 因为没有多到一定程度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在雪天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前车也有积雪 你可以叫小心了 我们开一辆前车进来 来 现在如果两辆车同时行驶的话 单速大的地方压强小 它就会断裂 紧接着谁在他身后 谁就有可能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铃之势倒霉了 每100英镑的质量 将会产生10吨重力级的压力 所以说这是非常可怕 也想提醒各位啊 如果在下雪天 一定要躲避前车 特别是车顶具有积雪的灯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于其他天气环节 我们应该如何介绍 下面大家在这个地区看到的是一个龙卷风 那这个龙卷风最核心的一点 其实就是它的中心地带 也就是现在气游相机即将推进到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有大量的碎片云 龙卷风的中心风力 可以说达到很高级别 按照我们沙盆当中所演示的 这个级别足以把很多建筑物都给摧毁掉 喜马拉雅的雪山非常的美丽 对不对 但是在我这边的这个沙盘当中 一场雪崩正在发生 我们登山者都想去攀登朱姆兰马峰 于是在16000英尺 也就是现在沙盘当中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登山大本营 我们在这里集结准备开始 登山掉一样直升机出来 来 山底的直升机 它现在飞啊飞啊飞 它在正常的环境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现在已经穿过了18000英尺 但是当它到达30000英尺这个点的时候 直升机就会失去控制 那仅仅是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爆炸和解体 所以说如果你想攀登喜马拉雅山 一定要做好丰富的自救和登山的准备 到达30000英尺 那我可以回来